字幕提供 進門後面的是大H 大家好 我是大H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現在在正機 我也常常會有WISE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正機騎的時候 我的WISE會怎麼選擇 你今天幾公斤 今天體重是78.2 我記得上一部影片好像是76公斤 已經多了兩公斤了 都在進度上 對 好像很多人會可能會覺得 怎麼從76突然跳到78 是不是爆肥了 但是其實沒有 完全都在我的設計跟計畫中 我就是要體重一直上升 我就是要讓我的訓練量成長 我就是要吃得更營養 才有辦法去完整的做到一個正機的動作 你可以具體講述一下 什麼是正機嗎 什麼嗎 你剛剛是講什麼嗎 你不要吵好不好 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包括我以前的自己跟教過這麼多的學生 很多人會把他們的重心多放在減脂 他會花很多心力來安排減脂期 以我的經驗跟比較正確的觀念來講 好的增機期才能夠讓你在減脂完之後有更好的狀態 而並不是說你一直在focus 你在減脂的時候不要減掉太多肌肉 今天我們是外食族 應該怎麼去選擇我們的蒸雞食物 那你應該怎麼去安排你的蒸雞計畫 就會很重要 我會建議你如果在蒸雞期的時候 讓你吃的東西都是食物的原型 其實也不太需要過多的輔助品 也就是營養品來幫助你做蒸雞 應該從你的生活 從你的訓練 從你正常的飲食 先下手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要去吃吃的包裝 我個人非常喜歡吃地瓜 就是小包裝 雖然說單價可能稍微高一點 但至少它是食物的原型 營養素也都非常好 這一包它的熱量200多一點點 那多半都會是碳水的來源 跟大家介紹我到底買了什麼 第一個我剛剛講的 我的碳水來源 食物的原型 然後是地瓜 然後非常好吃的是冰的 蛋白質來源 這就將近20克的蛋白 還有這個 堅果 那它會是一個很好的脂肪來源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選擇 含糖量是最低的最好 那我個人早上習慣 我還是會喝一份乳清 一份有27克蛋白 蒸雞的時候 我大概只會算 比較明確的算出我的蛋白質量 跟我的熱量 那這邊因為它剛好都是有數據的 除了這個蛋白顆我算70大卡 那蛋白質我算6克 算下來這樣一餐 會有46克的蛋白質 熱量會有740大卡 對 聽起來有點嚇人 但是你在蒸雞期 你本來就要攝取到比較多的熱量 盡可能都是靠這些天然食物來攝取 蒸雞期 我還是會建議你盡量去控制你的飲食 並不是說你吃的是天然食物 你就能肆不忌憚地亂吃 因為我們講的都是總量 攝取大於你消耗的總量太多的話 真的也根本來不及反應 所以我才一直建議大家 你在蒸雞或減脂的時候 一定要慢速 慢慢調整 更不用講說是一些精緻的食物了 更容易攝取到更多的熱量 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 烤地瓜跟冰地瓜會不會影響到總熱量 原則上它的熱量是不會有任何改變的 因為它同樣是同一顆地瓜 但是所謂的聚愛質 它的糖的含量 它的比例可能會有差 對我來說我覺得這些的改變 也是它天然的改變 你只要不要額外加糖 我會說額外加一些加工物 我覺得都是合理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天然的食物 棒 好吃那個法蘭蘇 我剛剛前面有介紹過我的第一餐 大概會是700多卡 一個比較好的蒸雞計畫 其實你必須要去算 你應該要攝取熱量大概是多少 以我為例來分享給大家 我現在一天大概會攝取3000卡左右 均分才一天4餐 一餐可能就要將近700到800大卡 有這個數據你就大概可以知道 你一餐的量大概能吃多少 你再進而從你的體重去調整你的計畫 如果說你吃了這樣子3000卡 一陣子之後你的體重並沒有上升 那就代表說你肯定要吃得更多 如果說你吃了這樣子的熱量之後 導致你的體重可能短時間內上升得很快 你可能就要稍微降低你的熱量 像我等一下會吃第二餐 我根本不知道我會吃什麼 等一下我們會去內湖見一個朋友 然後那邊吃的東西很多 我就會直接從我可以吃的東西來做選擇 你們也可以看一下 我怎麼去分析那些食物 怎麼去選擇 這一餐抓個800到1000大卡不等 因為它是完全外食 所以你很難去控制它的熱量 OK 走 去吃 GO 好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的第二餐 也見到我們剛剛說的朋友 那它是誰呢 見人巨巨 蓋依 哈囉大家好 我是蓋依 距離上一次我跟劍欣見面的時候 它多了5公斤 我少了5公斤 你現在多少 78.2 那你上一次是73點多 我肥心哪點多 我上一次81 然後我現在76點多 我們已經有一個黃金交叉了 我剛剛在馬路上看到 就一面牆走過了 它的肩膀真的很大 為什麼今天會邀請到蓋依來客串呢 其實因為我們今天要開一個小組會議 之後會在蓋依的頻道上出現 他們做影片真的很認真 第一次有人要跟我開視線會議 這是蠻注重細節的 都是誰講 鏡頭後面的小黑錢 你選好了喔 沒有 我要跟你的菜單 對 這邊稍微繞了一下 其實多半的食物都是 加工物或是說 麵皮類的 像餃子啊 或是說麵類的 特地選了一個日式定食 有飯 有肉 有菜的 營養內容 有一些是比較多的炸物 我會建議大家 你主食的部分 你選擇一些可能炸液比較少 或是油脂比較少的東西來做攝取 那我剛剛看到一個不錯的東西 鮭魚定食 畢竟是外食 它還是會有比較多的調味 但如果你可以選擇的時候 就盡量選擇不要有過多的醬 這個看起來它算是煎的 也沒有很多的醬 然後又是一個很好的 脂肪跟蛋白質的來源 就是我們的鮭魚 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它的份量可能會比較小 所以我又單點了 兩個這個炸白生魚 一樣是蛋白質類的 但雖然它是炸的 熱餅它就是碳水加脂肪 那相對來講熱量比較高 那營養價值就會低 炸白生魚 至少它還是魚肉 攝取比較多的蛋白質 那漢堡排就不太了 因為它平時也是一個加工的肉類 它還有一些其他的餐點 炸的 然後又加上醬類 不會是我們選擇的目標 甜點也不是 只要甜點它一定是精緻的碳水 所以我們才會選擇我們剛剛的炸白生魚 跟我們的鮭魚丼飯 這些東西因為你沒有用棒程具兩側 所以你只能用你的經驗來平 我自己很習慣用一隻雞腿 棒棒腿的肉量它的重量來做一個平衡 我覺得它會比一隻棒棒腿的熱量 可能會更多一點點 因為它還有炸衣 這樣一盤 我給它熱量大概400到500大卡 蛋白質應該會有30到40克 比例時的部分 好 我們的主餐來了 炸水白飯 還有我們的優質的蛋白質 是我們的鮭魚 麻糬類的這種加工物 比較精緻的東西 原則上我是完全不會吃的 味噌塔我也是著亮的 喝一點點蛋白質一定要吃完 飯的部分你可以吃飼料 白飯的部分我剩了一點點 如果全部吃完應該會超過一千大卡 為什麼你麻糬不吃 我留給你吃 不要害我 他是減脂的人 所以他把麻糬吃掉 然後我在生計我不吃麻糬 我很衰 我的裴志緣蓋伊 這是我的榮幸 跟著IFBB Pro的菜單走 謝謝一下我們的特別來賓 蓋伊 粗壯的二頭 那現在消化的差不多了 準備去訓練 在練前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再補充一點小東西 一個像是要幾卡 大概一百一一一百二 一百二 一百二 然後我們現在要找一個 練後吃的東西 也就是我們的晚餐 旁邊剛好有一條街 然後有很多東西吃 我們等一下尋覓看看 有沒有適合我們外食吃的東西 畢竟外食還是太多的脂肪 或是說蛋白質不夠的狀況 所以我們找了一家自助餐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只是說你在食材的選擇上 你要更仔細跟小心一點 Go 自助餐它的選擇非常多 有炸的 有滷的 或者說空調的方式 像油脂會高一點 像這麼多選擇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些選擇 它的食法是偏低的 它有炸衣的 或者說像糖醋這種 含糖量比較高的一些醬料 我會選擇 我覺得一些魚類 不利魚 它看起來像是清蒸的 比較多的蔬菜 蛋白質 它這邊會有很多炸雞排 炸雞腿 炸牌我建議大家 你們可以選擇入雞腿 去皮 然後直接吃它裡面的蛋白質就好了 然後它也不會有過多的苦難 然後再來一個食物性的蛋白質 煮豆腐 因為我的菜的選擇 比較多 所以因為我的飯 我只要了半碗 那這樣子會是我一餐的份量 我剛剛說來的 我還以為會乳清 所以 這樣子一餐的熱量 大概會是900 900到1000左右 蛋白質量 因為乳清一份就加近30克 這一餐至少是有80克的蛋白質 最後一個 優異絲 我決定買這個 它一份有177克 跟我平常吃的貓沙優格的重量差不多 它有一些些的糖 但是相較於其他產品 它的糖也是最低的 這樣熱量好像還不夠 我們看一下其他的什麼可以吃 我現在在找200大卡的東西 做一個搭配 來完成今天 3000大卡 壞食增肌的計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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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200卡喔 對 經過了眾多的考量 其他東西其實相對來講 不是太精緻 就是糖分太高 所以我會選擇再買一包 類似的堅果 來做一個好的優質社區 搭配我們的優格 幫助我們腸胃蠕動 也是一個好的蛋白質 我們就可以有很好的 很良好的營養社區 然後木板上睡眠的時候 也可以好好的長肌肉 它這三樣東西加在一起 它會給我 將近20克左右的蛋白質 滿足一天 200克蛋白質的需求 大概會是超過我體重2.5倍 外食版的貓沙優格 買到的食材其實很有限 我們食材只有兩個 堅果跟優格 非常營養的宵夜 顏色的部分 顏面的感覺 像我自己有時候 如果外食的熱量 吃去過度的時候 再加蜘蛛的冒沙優格 我也不會加入燕麥 所以這其實是 非常好調整的一個食物類 我今天的蛋白質攝取量已經到位了 我們就可以不用另外加入其 這就會是我的生機外食 蛋白質攝取量一定要吃足 預設的熱量也一定要吃足 慢慢的看著你的體重 我們去做一些調整 時間久了 你的體重就會慢慢增加 因為你吃的東西比較營養 熱量比較高 所以你的訓練量也應該去提升 這樣才有辦法是 比較有效率的生機 如果你只是單純的 這樣吃 吃比較多的熱量 其實並不會讓你長肌肉的 吃碎煉 通常碎煉 也就是修復也很重要 三件事情都做好的時候 就會持續的成長 通常這個計劃 一個月到三個月不等 增加我們的體重 去增加我們的訓練量 體脂狀況就會是一個評判的標準 當你體脂法律可能超過15% 我就會建議你可能要減脂的動作 那今天就會是一個很完美的 外食增肌系列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每一部影片下面的留言 我一定會每一個都去看 你們的問題其實我也都有把它吸收起來 之後的每一部影片後面 我們就會挑選幾個問題 為大家解答 歡迎大家踴躍的發論 也可以給我更多意見 好 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掰掰 在現在台北 在像現在的外食來說 你應該怎麼去選人的食物 就會相對來講更重要 對 跟台北有什麼關係 沒有 我把它刪掉了 我剛剛刪掉了 你刪了嗎 我剛剛已經刪掉了 很紮實 摸一下可以 紮實 喔 有嗎 可以 可以 哇賽 這是一個中洞的概念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怎麼有一個豪工啊 只要分免過都要 對 真的要摸看看 真的 成熟度剛好 不會太甜 也不會太鹹 進行我們今天的訓練 那我們來到內 我們來到內湖的練一下 然後它一樣是一分鐘一塊錢 再傾斜一點 再傾斜一點 對 會流出來啊 不會啊 不會啊 我這樣才拍得到啊 好 可以嗎 一般來講 在家裡演示的時候 等一下 你把臉擦一擦 你的臉有一些白色的遺體 在哪裡 在你的 法令紋那邊 觀眾在等 好